天氣涼了家家戶戶都要滷肉了 我準備炒點糖色出來 但是我個人炒不好 所以需要我老丈人幫忙 老丈人也是相當的支持了已經請好家了 我今天晚上就把節骨的明天開場 早去早回路上開慢點天明 做個拜拜呀來真乖 在家裡等我哈我一會兒就回來了 飛一個 回來都天黑了先回家 媽要兩瓶洗髮水 三叔結到我了沒有 三叔 拿著 我跳舞器都沒回來了 我媽在旁邊跳舞 我就嚇她一會兒 是哪個 你還在動想 你們這回事什麼 我回來回來結老丈人 明天炒糖色 你趕快跳我吃 你還在打牌是哦 打些牌 這是你幾下午在屋子炒的呀 嗯 你練練的哦 就像這個濃度炒一樣的 可以可以 叫外夜 他不叫外夜坐那 你們回來的 吃飯沒的 吃的 怎麼吃的 在屋裡吃的 喝茶葉子 吃的哦 冷好 老爺煮點麵吃 再給你煮點麵吃 我吃了 吃了幾天的加油 吃了幾天 9天啊 明天下午就回去 沒忙啊 喊我明天早點點 這個先炒 這是我今天做的時間 拿個盤子來 拿出來看看 哇可以啊 湯色炒到這個樣子 那就是相當的OK了 你看放油的 而且這個倒出來看不到一點的油 你看那個蛇子紅潤是吧 沒有 味道怎麼樣 還可以 還可以啊 那時候上蛇的 不是要給你吃的 懂嗎 這個不管是蒸肉也好 蒸肉也好 紅燒菜也好 你就把這個往裡面加就不要放醬油 我說這個顏色那是剛剛的 老二面炒兩百斤有信心不? 有 明天我叫了兩百斤的這個冰糖 我炒就那個顏色飛鴻 這個顏色就不給了 苦甜味吧 就最正宗的嘛 那就這個味 苦甜味 就是那個糖色的 苦甜苦甜的 那老長的這個糖色就相當到位了 嘴裡就是甜 帶一丁丁二二那種苦味 這個不管是辦涼菜紅燒菜 蒸燒白 這是上個的顏色 都可以 也不能倒多了 我們老長的鄉村大叔 哦 專門把他這次切 把那種爸爸斜 一下可以辦幾次做的那種 我老人多久沒斬過那個爸爸的廚藝了 我估計等下三個結婚你吃飯 事實 說實話挺感動的 老長人我昨天給他打電話 我邀請他上來炒糖色 用白糖的成本低一些 但是炒出來效果就不是那麼 顏色沒那麼亮 我說我們一定用冰糖 所以說今天下午在屋台買了兩斤冰糖 現場炒亮 他是一斤的冰糖加了好多水 加了好多油炒了好久的時間 全部亮化的 明天找到這個亮化的營糖 你說老長人聰明不? 認真服責營養 哈哈哈哈 好明天給他吃 他吃的 走